請收看《衛心世界》 《衛心論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主持人 還有各位法獎師 各位賢士同修 阿彌陀佛 我是袁秀 在我們知道一個研究生要研究一個論文的時候 這個題目的決定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我們師父他很慈悲 很有智慧 他就丟一個題目 每一個獎師都丟一個題目給我們 我的題目是《水塔與水神》 在這個水塔與水神丟給我的時候 我也是很惶恐 因為這個水塔是近代的風水建築的一個項目 在古時候的風水理論裡面來講的話 是沒有這個水塔的 所以我大概就是從古時候的水景開始來論旗 那我的研究從第一個序論 第二個研究動機及目的 還有第三個研究方法 第四個研究的發現討論與應用 來以足相的來報告 在剛才休息時間 就已經有一個我們功德會的這個董事 他就問我說 講師 這個水塔真的要放在龍邊嗎 我很高興 已經有人注意到我這個題目了 那我們知道這個風水學 這個風水學是我們古老的 我們的老祖宗 他折地而居的一種智慧理論 那為了求生存的這個便利性及發展性 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水源 有水才能夠養命 有水才能夠種植 才能夠有裁員 那所以我們你看全世界的四大古文明的發源地 都是在河的兩岸 但是這個古老的這些老祖宗們 他們居住在河的兩岸 又發現會有水患 所以慢慢的這個人類就開始往離河 離河邊比較遠的地方 或是比較高的地方來遷移 那離河邊一遠 那取水就不方便了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聰明的人類他會著景而居 所以這個景 在我們古時候的建築物裡面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建築物 但是現在這個自來水的普及 這個還有地下水的汙染 慢慢的這個水景已經慢慢的不見了 帶自而起的是現在這個到處可以看到的 屋頂上的這個水塔 那麼這個水塔 是不是就是等同古時候的水景 這個我們就是我們這個篇文章裡面也是要來討論的 再來我的研究動機 我們常常講到說地理知道山水而已 講地理就是講山跟水 那這個風水這個山管人丁水管財 那到底是人丁比較重要還是財比較重要 也就是說到底是山比較重要還是水神比較重要 那從我們很多的這個古籍資料 還有我們近代的一些驗證 我們都知道一定要先有水源 有水才能夠養命 有水才能夠有財富 所以這個水神貴於山形軟頭 這個理論應該是很正確的 那我們這個水景 就是在我們居住地方附近的一個水源 那它到底是以山來論還是以水神來論 那在古時候的一些著作裡面 都各有他們的論述 公說公有禮 婆說婆有禮 那現在的這個水塔在屋頂上 那到底它是跟水景一樣 也是論山還是論水 這個吉胸霍虎如何論斷 這是我們要研究的這個目的 那我的研究方法 第一個我是從文獻的整理 我大概參閱了這個古今一些 這個風水的書籍 當然古時候的書籍大部分都論水景 近代的一些大師寫的一些書籍 有論到這個水塔 那從第一本我們從這個皇帝宅經 它裡面有提到說宅有五虛 就是五種不好的地方 它會令人貧好 那裡面譬如說這個宅大門小 或者是宅小門大 或者是這個景照不除 我們說景照不除就是景照的位置不對 那是這是第四虛 那你虛的話就會令你貧或令你好 那這個裡面還有一句話 它說外清隆清潔安景吉 就說你這個景安在宅外的清隆邊 要乾淨這個是吉 那沈世全空學這本書裡面也講到說 它這個景它是有緣的水光 氣凝聚而上騰 在水裡龍神的深旺方它是做文筆論 所以沈世全空學裡面 它把景它當水神來論 當水神來論 但是它又把它當作文筆論 文筆就是講到人丁的興旺 所以它是水神又管到人丁 那唐正義先生 唐正義先生他是師父的師公 是我們的師祖公 它寫的這個風水學的研究這本書裡面 它講到說這個景照以山盤來論 它這個論法跟審世全空學又不一樣 它要安在這個山盤的深氣荒或是旺氣荒 那還有一個姚先生他寫的這個陽仔集成 這個陽仔集成 它是引述很多古時候的人寫的這個論述 我把它大概綜合一下 那裡面的論述大概就是說 景不可以開在萊脈處 龍萊脈處 就是在等於說我們屋子的中間 那三宮的地方 那聽前聽後也不能安靜 或是這個當門就是門的前面這個地方 也不能安靜 或是觀煞方 五黃方 二黑方 五黃方 這都不能安靜 那應該安在什麼地方 安在貪囊跟舞曲 就是在一或六的這個地方 它會出文章 子上村 子孫倉 這個是姚先生的論述 再來黃德宗先生 這個黃先生他是師誠 他說他是唐正義先生的入門地址 最後一個入門地址 那當然他的理論就是跟唐正義先生是一樣的 他把景照 景跟照跟床都把它當作山來論 那也是一樣要安在聖旺方 另外有一個彭先生他寫的建築風水學 那他論到說景要開在宅的四宇 就是四個角落 他說應該要安在天干位 他這個是三合派的 我們就不太去論他 另外還有一個密宗的大師 就是盧聖燕先生 他也寫了一本書 叫做《地嶺殘圍》 那他裡面有講到說 這個五十後開景或是風景 這個是都會影響到風水的 那現在的話是水塔 他說這個水塔是龐然巨物 在這個建築物的上面 所以它會造成這個建築物不平衡 所以他就認為說應該要兩個互相對應 不過這個理論我請示師父 師父說我們沒有這樣說 再來還有一個吳教授 他的開運兩載 那他說這個吳教授好像常常在電視上看到他 他是好像是警察大學的一個教授 現在好像在 在什麼大學 那這個教授他是講說 今日的景堂跟 昔日的景堂跟今日的水塔 是應該是一樣的論法 他說位置在龍頭上 我這邊有一個圖 圖A就是在龍邊 龍邊三個宮位 就是龍腳頭 還有龍頭上龍腳尖龍尾邊 這邊都是適合的 那不宜在龍來脈 就是中間那三宮 還有不宜在這個湖邊沙 在湖邊安井 安這個水塔也是不宜的 還不宜雙開井 就是兩個對應 就是剛才講的這個盧大師他 他講的兩個要對應 這個也是不對的 再來還有一個張先生 張鼎先生 他寫了一本九宮陽仔學裡面 他講到說 這水塔是以沙來論 沙就是山 就是三星 那他說這個要安放在 他安放的位置可以來論吉凶 但是他又有一句話 他說塔中有水明見之者論水 就是可以看到水的 他還是來認水神 所以他這個也是講說 這個水塔是可以論山也可以論水 再來林先生他寫了一本 楊仔改造DIY他裡面講到說 他說水塔 水井這些都喜歡在水神的聖旺方 在1416處主文筆升官發財 他講到升官又講到發財 那表示這個人丁跟水眼他都講到了 在最後是我們師父的開示 我們師父的開示 從我們第二屆 我是在第二屆 我是第二屆的學員 所以從師父的開示 還有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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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的師父開示的地方 我們 我就把它整理出來 有幾個論點 水塔它是既安在白虎方 安清隆方為級 那這個水塔 它一漏水就會影響事業 所以它這個當水來論 對著別人家的水塔 我們會要灌不離 這個是影響到人丁的安危 把水塔這個見水光者論水神 它有看到水光的可以論水神 那水塔要安在龍邊的位置 但是霸運你要注意 這個龍邊的位置如果是文曲星 路存星就是三或四的 這個哀星是三或四的 也是不宜 它會來課中公八百蘇圖 再來 我的第二個研究方法就是要研究這些 這個水塔在懸空愛星裡面 它這個懸空理論 到底怎麼樣子來論它 那我的第一個論點就是說 在第一個要討論的就是 這個水塔如果是把它當作水神來論的話 那就是看水星 這個水星要在深旺方 如果這個水星是一四或是一六 那是主科名 如果是私運的話 它還是很好 它還是主文秀 雖然沒有科名 還是主文秀 那如果是它水塔 如果是論三星來論的話 那也是要在三星的深旺方 那三星的深旺方 那也是要以三星來深入 或是彼合中公為極 那如果說 有很多人他喜歡安在 灘五虎 就是一六八的地方 一六八雖然是三級星 但是它如果是極者的話 就好 如果是不極來課中公的話 也是不好的 再來第三個 有一些論點就是 它可以當水神 可以在全共愛心裡面 它是水星 山星一起看的 那水星 山星一起看 就是說它把它當山 也把它當水來看 那這個山水 愛心 如果是一四四一 一六六一的地方 它認為是最好的地方 再來 我最後這個研究 就有一些發現 我做了五點的這個結果 來跟各位討論一下 我們就說這個水塔 它是可以論水神也可以論三星 那怎麼樣子論水神呢 就是把蓋子打開 把這個水 把這個水塔的蓋子打開 然後讓那個水氣跑出來 那把蓋子打開 不是有很多灰塵會掉進去嗎 所以 等一下我們看看仙活式的做法 你就會覺得 我們似乎是非常有智慧的 那這個 把這個水塔打開 那就論水神 如果把這個水塔的蓋子關起來 那它就把它論山星來論 在玄公愛心的山星 象星 就這樣來論 那這個山水愛心 以山水愛心來論這個吉雄 當然是在這個生旺方是最好的 來生中宮或是來 或是跟中宮比合 那這是最好的 它是做文筆論 文筆就是很有文學很會寫文章 很有文人氣息 那再好一點的話 那它就是能夠做官 以前是能夠做官 現在還是能夠 你考試考得好還是能夠做官 第二水塔的位置應該是在窄的龍邊為級 那這因為我們在研究洪水學 我們知道龍邊洞 龍邊高是有利 一般水塔它一定旁邊都會有一個抽水馬達 這個水塔在這個屋頂上 它也是一個很高的建築 所以你在龍邊 龍洞 龍高它是有利 它是大吉的 那水塔不宜在龍來賣的中間三個公位 就是不能在我們九宮格裡面的中間三個公位 不宜在虎邊殺 不宜在虎邊 剛才我們這個董事 這個功德會的董事 廖董事 他就問我說 那在虎邊怎麼辦 在虎邊你就把它移到龍邊來就好了 為什麼我們會不宜在虎邊 等一下我們再來說 在虎邊的話 你如果說虎邊它是虎邊 我們知道虎邊高 虎邊長 虎邊洞 那一定是下棲上 外棲內 一定是家裡的人脾氣不好 不平安 所以如果說在那個公位又是即興的話 你得了文筆 但是又換了忤逆 小孩子不會讀書 可是他就是很不聽話 還跟你頂嘴 還瞧不起你這個父母 就是這個意思 那還有這個水塔不以左右雙開 就是說不能左邊右邊各自一個 這個我們說龍虎鬥 不能前面後面各自一個 這個是第二個結論 第三就是水塔的位置應該要放在三星或是向星 他放置的位置以三星或是向星 但是不要來課中宮 那有時候雖然你放在龍邊 我們不是說放在龍邊是即嗎 但是如果龍邊的那個公位 剛好他的三星或是他的向星 他來課中宮的話 那還是一樣是不急啦 還是一樣是兇 所以像我們現在八印 最怕的那個公位就是 就是有這個三星或水星是三或是四 那第四個結果就是水塔的位置 水塔的位置最好在三水哀星 就是說三星水星兩個一起看 或者是跟那個地盤一起看 三星水星或是地盤 如果他裡面剛好是 這公裡面剛好是一四或四一 或是一六或六一的地方是最極 我們在古書裡面常常看到這一句話 他說一四同工發科名 四一同工出文人 一六驅車北雀 十文單少平來出文人 六一驅連魁閉起八代文章 也是一樣就是出文人畫科甲的意思 再來第五點我們的結果是 水塔不宜安在宅子虎邊 你雖然在宅的虎邊 它是一四同工或是一六同工 那就是說你還是不宜安在上面 因為什麼 因為他得了文筆卻換五逆 如果說在貪五虎山吉星 就是在一或六或是八的地方 你安在那個地方 我們說在虎邊還是不宜 但是如果這個水塔不在屋頂上 你看有的水塔不在屋頂上 在農村有很多地方 我們鮮活式的水塔也不在屋頂上 如果它是在後山 屋子的後面後山 那又荒 那我們是說它還是可以善可 那為了這個研究 我去看了我們鮮活式的後山的水塔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師父 他在我們二屆上課的時候 他講過一句話 他說我們知一切法 不被一切法所扶 在鮮活式本山 我們不怕山上龍神下水 因為我們前面有九九峰 我們不怕水裡龍神上山 因為後面有四百噸的水 就是這個水塔的水 那鮮活式是做成山序項 在七運我們是望山望向 所以你看我們鮮活式在二十年 不到二十年當中 我們人才積積 我們的道場蓬勃發達 那到了八運 八運就上山下水了 那師父說我們不怕 因為師父有廟法 那我們來看師父這個廟法怎麼樣 你看我們鮮活式的這個 鮮活式的水塔在我們的 在我們的這個大雄寶殿 我這個圖很不好意思 我是沿用一九九二年的 就是民國八十一年師父化的 我們現在的這個建築物 可能真的不少 那但是沒關係 我只要看後山 你看這個水塔 在大雄寶殿的後面 這邊有八個 這個龍邊有八個水塔 在這個湖邊有六個水塔 那我為了這個研究 我特地的跑到那邊去 我想相信我們同修 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們的水塔在哪裡 你可以從我們的極樂電那邊一直爬上去 或者是從旁邊 我們那個山下旁邊的一條 那個產業道路一直上去來看到 那我爬上去看了 我看了一下就是在我們的這個湖邊這個地方 師父說我們那個水塔是沒有 是把它當作水神 你看就在這個湖邊這個地方有兩個 有兩個水塔 這個是 圖一是我們龍邊的八個水塔 圖二是這個湖邊的六個水塔 那在湖邊的這個六個水塔的地方 就是在這兩個水塔 它是 它是 這個蓋子是打開的 打開它用細細的網子蓋起來 然後蓋子在稍微上面蓋著 所以這兩個是把它當作水神來論的 那我曾經問過師父 為什麼只好開兩個呢 師父說兩個就夠了 其實它是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呢 你看我們這個 鮮火四的地理哀星圖 你看七印的時候 七印的時候 那個時候 你看我們在這個後山的龍邊 剛好是水星是四 在這個湖邊剛好水星是一 剛好就是 兩邊都放 那時候那時候 就叫一氏同工花柯甲 雖然它不同工 但是兩個位置都占到了 一氏同工花柯甲 但是到了八印的時候 你看我們的這個龍邊 水星還是四 但是這個四就不好了 它會來克中工八印的八百圖 所以師父把龍邊的那個水塔 把它關起來了 把它蓋子鎖緊了 然後開了這個湖邊這個七 這個水星是七 那七我們八百土來生出 生出還好 那師父他說開兩個就夠了 開兩個 我們的那個一個水塔裡面的水 就有好幾百噸 我們那兩個大概就有三四百噸 所以這個 這個現在我們就是在湖邊這個地方 開兩個 兩個是把它當作有緣的水光 把它當作水星來潤 這是我們鮮活室的這個應用 我們師父 他說這樣這個水神跑到後山去 有這個水可以給它 給這個水星來倒 那這樣的話我們也是倒山倒象 這邊圖示這個地方 這個是鮮活室旁邊的一些住宅 你看他們我想他們這些居民 可能不知道這個水神跟這個山神的應用 但是你看這家它也是蓋子 我看它不見了 不曉得它是揮走了還是故意把它打開的 這個是也是有人打開的 但是它打開它不像我們說 用個細的網子把它蓋起來 因為打開了它那個水就是會受到弄髒了 那我的報告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看啦